哇 这么贵 停车一小时又六分钟 新装这处私人停车场 收费一百二十元 驾驶觉得好贵 网络上不少车主不客气 甚至把停车场改名 超级坑人停车场 Google评价只有一点三颗星 网友分享停车经验 说半小时四十块好贵 这里是新一区吗 还有人说 看了这张收费公告 无沙沙 时段最高两百元 假日其他时段 无最高上限优惠 隔天领厂时 被收了一千九百元 利民网友说 自己停车两小时有二十分钟 却被收了三小时 费用两百四十块 直呼超级夸张 一个小时八十 我认知会稍微贵了一点 因为是八十块比较少 一般大概四十块 实际街坊停车民众 都表示收费不便宜 对比新北市公用停车场 前半小时免费 每小时收费一地段 二十到五十元不等 新装连锁停车场 每小时八十块 新区百货公司 每小时收费一百元 网友po上的收费告示牌 已经不见 停车场收费标准 也调整过 门口招牌 标示每半小时四十元 一天最高上限收三百元 连锁停车场回应 去年底因应市场机制 以及消费者回馈 调整收费计价 新北市交通局表示 经查证停车场有登记在案 私人停车场收费没有规定上线 但必须要公告让车主知道 只能提醒民众 停车前衡量停车场开出的收费标准 能不能接受 三位兄弟们是绍桑 新北报道